父亲是一个家庭中的领导人物 但在一些人的成长过程中 却很少有机会见到父亲 或者跟父亲沟通 有人叫他们是缺席父亲 这些缺席父亲是很多孩子 产生问题的根源 圣经中提到一些 杰出的宗教和政治领袖 他们的下一代 不但不能子承父业 甚至品格低劣 而这其中的代表人物 就是大祭司以利和他的两个儿子 撒末尔记上二章十七节经文说 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华面前慎重了 因为他们藐视耶华的祭物 另外一个实例 就是大卫王 他对儿女疏于管教 以致大儿子暗任 侮辱同父异母的妹妹 大卫王虽然发怒 但他却没有秉持公义 惩罚暗任 当前我们正处在复杂和多变的时代 做父亲的要面对的挑战的确很大 还有几天就是父亲节 以下几点和普天下的父亲们共勉 第一要拨出优质的时间陪伴子女 今天很多父母和子女的关系 十分疏远 造成一些青少年不愿意留在家中 一上大学就马上远走高飞 有些更与异性朋友同居 这些年轻的下一代 其实是很渴望父亲能够多抽时间陪伴他们 有一位牧师分享 当儿子还在童年的时候 无论牧养的工作有多忙 他都会找时间陪儿子打篮球 每天睡前他一定会按着儿子的头为他祷告 到了今天儿子已经长大 能难时常回味当年的父子情 第二 敬父亲教导的天职 今天人的道德败坏离弃上帝 使得父亲教育子女的角色变得更加重要 如果父亲不禁则去教导儿女 他们很容易受到媒体和自由的教育理论的影响 例如现今流行的同性恋 放纵的性观念 婚前同居 鼓励堕胎 强调仇恨的种族理论等问题 所以家庭是教导儿女的重要基地 一定要谨守 父亲要教导子女有正确的价值观 男女不同的角色 人权和自由平等 第三 父亲是儿女的榜样 现今的世界实在有太多坏的榜样 做父亲的如果只是长篇大论去教导儿女 这样孩子是不会听从的 最有效的教导方法是从道德 言行 带人处事和灵性上以身作则 教导儿女 祈祷读经 参与教会的生活 所谓潜移默化 父亲如果树立好的榜样 儿女自然会受到影响 在使徒时代 百夫长哥尼流 无论是对自己 对人 对上帝 都是基督徒父亲的模范 值得我们学习 使徒行传十章二节这样说 他是个虔诚人 他和全家都敬畏上帝 多多周济百姓 常常祷告上帝 让我们同心祈祷 慈爱的天父 感谢赞美你 你赐给我们有父亲 养育教导我们 求天父帮助我们当中做父亲的 在这个道德混乱的世代 谨守圣经的教训 正如真言二十二章六节所说 教养孩童 使他走当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便宜 天父啊 我们为那些因为工作繁忙 没有能够抽时间 陪伴儿女的父亲祷告 求你将智慧赐给他们 懂得定下优先秩序 让儿女得到最好的教导 我们也为那些担心子女 在灵性上和品格上 有偏差的父亲祷告 求天父使他们的下一代 遵守圣经的教训 成为天父的好儿女 求天父赐普天下的父亲 有身心灵的健康 带领家庭跟随基督 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家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